东京奥运结束了 无论是金牌 银牌或铜牌 都是对自己的肯定 也是国家的荣誉 然而地球上有一强国 没得牌被骂得半死 得牌也被骂个半死 甚至因为没有得到金牌 还被撤换下来 让我们不禁想到 奥运会发起人皮耶德古宝坦 曾为奥运下的定义 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赢 而是参与 人生中最本质的东西不是凯旋 而是奋力拼搏 这句话让一位21年前的游泳选手 重新浮上了台面 他是奥运的传奇 但不是因为他奥人的成绩 反而是他创下奥运100米 自由勇史上最差的成绩 他的名字是埃里克·莫斯彭 接下来就称他为Erik吧 Erik来自赤道吉内亚 这是一个人口过到100万的非洲小国 大部分人喜欢的运动是足球 许多人一辈子可能连泳裤都没有穿过 更遑论道用吃了游泳 对一般人而言 那太奢侈了 如果说到参加奥运会的游泳比赛 几乎是天方夜谭 但国际奥委会 为了鼓励这些体育设施落后的国家 特地降低了参赛门槛 发给他们外卡 让他们有机会参加 2000年的雪梨奥运 Erik从来没有出过国 对奥运完全没有概念 澳洲在哪里他也不知道 只是刚好听到收音机里 征召奥运游泳选手的广播 他内心激起了一丝丝的波动 决定前去试试 没想到到了现场 只有他老兄一个报名 于是连狗爬式都不会的Erik 就这样顺利成为了 吉内亚的奥运游泳选手代表 虽然不会游泳 Erik也没想太多 不是还有9个月吗 难道还学不会吗 但等到要练习 就才发现 连个练习的场地都没有 找了半天 终于在首都马拉伯的酒店找到泳池 并且酒店的员工愿意当他的教练 于是Erik每天早上5点到泳池报到 而泳池的长度仅仅20米 练一个小时就得走人 因为这个泳池是给房客用的 时间到了Erik就去河里海里接着游 当地渔民也会热心的把自己的看家本领交给他 当然这种不专业的指导 可想而知就是这样气拼八臭 不伦不类的 充其量只能说 Erik学会了怎样使用腿和手臂 让自己浮起来 苦练了九个月后 Erik终于要出征奥运了 整个赤道几内亚加上他 一共就四名运动员 带着全身50英镑的家当 就和台币也就差不多2000元 花了三天时间 在好几个国家辗转 总算来到了雪梨 Erik因为个子最高 还临时冲到了开幕式的棋手 看到这种大场面 Erik像个小孩一般 特别显得手足无措 但最令他紧张的还是他将要参加的游泳比赛 这次是Erik第一次见到了50米长的泳池 不看还好 我们老兄简直要挫赛了 我的妈妈咪啊 在他眼中泳池简直是巨大无比 怎么这么大比我平时游泳的泳池大太多了 Erik是这样说的 当下他整个人都慌了 更搞笑的是 赤道几内亚的官员居然搞错了 一直给Erik的资讯就是50米自由泳比赛 他也一直是以50米为目标来训练 现在听到要游100米 Erik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得回去 这多出一倍的距离 对他来说 就好像要从银河系到另一个星系一样 但Erik知道不能放弃 不然这九个月来的努力都要化为泡影 没有退路的他 也只能抓紧比赛前的最后几天 加紧练习 Erik回忆当时 那里有南非和美国的游泳选手 我就观察他们是怎么踢脚 如何滑水的 然后向他们讨教 看着其他的选手都穿着专业的游泳装备 而我们老兄只穿了一条从二手店买的海滩裤 就想要参赛 一名南非的教练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你在干什么 Erik回答 游泳啊 你看着像要去沙滩度假 你的装备都不达标 你穿着裤子会被取消比赛资格的 于是这位好心的教练 送给了他一副泳镜与专业的泳裤 就这样距离开赛的前几天 Erik终于第一次有了人生中第一条泳裤 虽然这几天又恶补了一下 但毕竟没有专业教练 好好指导过Erik 一般迷的距离 他试了一遍又一遍 总没能游到终点 毕竟他只学会了怎么浮在水面上 连换气都还不会 这是奥运史上唯一一个 连换气都不会就参加游泳比赛的选手 时间是不等人的 还没等他学会比赛的日子就到了 Erik其实真的很想放弃 他说 我很怕别人会笑我 但我脑子里有一个声音一直对我说 去吧你可以的 比赛当天排在第五道的Erik 与塔基克斯坦及奈基利亚的选手进行出赛 结果另外两位选手因为强调都被取消了比赛资格 那一组就剩下他一个人 此时偿款中一万七千名观众 全球数十亿观众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他身上 他一阵昏害怕得要命 心想还是打抱回家好了 在那么多人面前溺水可不好玩 但想到了家人还有国家的人民 还是逼着自己走到了泳池边 随着指令声的响起 Erik也要跳进泳池 刚开始的五十米他游得还算正常 但五十米之后 他开始明显体力不支 Erik说他当时感觉不到自己的腿和手臂 觉得一切都很重 他越游越慢动作也开始变得异常的古怪 与其说他在游泳更像是在水中挣扎的动物 到了最后二十五米他的身体越发沉重 当时接受员在转播中说道 他看起来游不到终点了 可能随时就要抱住涌到旁的绳索 最后十五米的时候 Erik实在是游不动了 但此时他的耳边传来全场观众 为他加油的呐喊与掌声 这大大的振奋了快要溺斃的Erik 凭借着一股信念 他终于撑到了终点 一切终于结束了 这是Erik高光的时刻 全场都在为他喝彩 但却不是他赢得的比赛 这是奥运史上最慢的一百米自由游泳成绩 总共花费了一分52秒72 当年的冠军霍根·班德只用了48秒3 就游玩了全程 但聚光灯的焦点也全在Erik身上 所有人都被他的精神所打动 为他欢呼 飞鱼菲尔普斯也在场边 观赏整场比赛 他对记者说道 这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 当然因为速度太慢 还是没有近期下一轮 比赛后回到更衣室的他 全身瘫软地躺在了地上 Erik说他当天回到奥运村后 倒头就睡 从早上11点睡到下午4点 醒来打开电视 发现有自己的照片 还以为做错了什么事 去了奥运村的餐厅 立刻有很多人围过来 要他签名合照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出名了 之后他比赛时的涌进 以超过4000元的价格被拍卖 Speedo也赞助了他一套鲨鱼皮泳衣 他在雪梨也收到了贵宾及礼遇 去海滩冲浪并参观雪梨港湾大桥 另外他还得到了一双赞助的网球鞋 这次的奥运之行 让Erik红遍了全球 然而他没有利用自己的名气 做什么 而是慢慢地消失在公众的视野 其实Erik一直没有放弃游泳 回国之后 Erik得到了专业的游泳教练指导 2006年 他参加了一场德国的游泳腰竞赛 100米自由泳成绩 已经提高到了52秒18 比他在雪梨奥运会足足快了60多秒 这个成绩如果放在1968年 都可以得到100米自由泳金牌了 现在Erik有4个孩子 在石油公司上班 同时也是国家队的教练 每周他会花30个小时 去训练游泳选手 因为他的故事迟到吉内亚 在国内修了两个奥运标准游池 一个在首都马拉伯 另一个在巴塔 Erik说有了泳池 以后参加奥运会 选手就不会像他当年一样害怕了 他希望有生之年 可以看到自己训练的选手 拿下一块奥运奖牌 虽然似乎又是可不可能的梦 但他没有放弃 就像影片开头奥运发起人所说的 人生中最本质的东西 不是凯旋 而是奋力拼搏 到如今Erik还在奋力拼搏 那么你呢?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